好端端開在快速道路上 才從縮減車道往內切 前方的銀色轎車 煞車燈突然亮起 下一秒一根鐵管飛到眼前 撞擊引擎蓋之後掉在地上 駕駛也趕快靠邊停車 引擎蓋有擦傷痕跡 保險桿掉漆 車燈也有些破裂 L型鐵管也已經被撿到路邊了 但這鐵管到底從哪來的 事發在28號早上9點多 這輛紅色轎車 開在新竹台68線快速道路 西向7公里處 前車突然撵過一根鐵管 導致彈跳 朝紅色轎車的擋風玻璃飛來 駕駛根本來不及反應 就直接被砸中 所幸本案未造成人員受傷 相關造勢責任尚待釐清 會說責任還得釐清 是因為鐵管什麼時候 從哪輛車掉下來 是沒捆綁完善 還是保養不周 都還要進一步追查 只是這輛紅色轎車 新車價格就要將近兩百萬元 一秒之間被這天外飛來的鐵管砸到受損 維修費用恐怕不低 而且該由誰來賠 目前也無從得知 TVBS新聞城市民眾宣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